就在2021年的4月8日 一位澳大利亚人提姆·麦克·唐纳 和好友新西兰人罗伯·麦卡·勒姆 一起乘坐潜水机成功填入到 挑战指深渊玛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 10925米 为两国创造了深度记录 因为他们成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史以来潜水最深的人 大海的深度位于菲律宾东北部的玛里亚纳海沟 这里也是世界的最低点 深度达到了11034米 这意味着可以将整个珠穆朗玛峰塞进来 其实海底深处并没有那么美好 因为在海底深处没有阳光 水压极高 温度也只有极度 同时氧气也极少 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 人类对海洋生物的探索一直都没有停泄过 那么茫茫深海里究竟生活着哪些生物呢 你好 我是永永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海底深处11000米吧 浅入海底3米 这是我们人类普遍游泳的深度 基本上没有生物长期生活在这个层面上 浅入海底20-30米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漂亮的小鱼 这也是珊瑚礁和海底植物生长的地方 浅入海底40米 这里是受过训练的潜水员可以轻松下潜的深度 这里的水压有4.9个大气压 相当于躺在地上 身上压了428.6个成年男子 如果潜水的深度超过40米 人就会产生关节疼痛 头晕目眩的感觉 到了海底60米 这里有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 位于迪拜 Deep Dive Dubai 将于7月28日向宫中开放 在那里 水下探险者可以享受一个飞气的沉没城市的虚构遗迹 潜入海底100米 安康鱼在这里静静的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这种鱼类 公鱼只有母鱼的十分之一大 公鱼一生中只为了找到一个雌性安康鱼 然后以赴在其身上 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了绑一个复活而奋斗 潜入海底130米 在这个深度是目前世界上举办过最深的水下婚礼 就在2014年 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美国人 在泰国举办了这个深度的婚礼 引起许多网民的关注 这证明了双方对彼此的爱有多深 潜入海底200米 到了海底200米 因为大部分阳光都被海水阻挡 阳光照射不到这里 阳光照射水 所以在这深度光线是不足以产生光和作用的 这也表示你将看不到任何的日月之物 但是在这深度有一种鱼叫做黄带鱼 也被称之为海龙王 它被认为是最长的鱼类 有些标本据说长达17米 这种鱼比较稀有少见 但在世界各地的温带及热带地区 特别是太平洋海域 有时候会看见它被海水冲到海滩上来 潜入海底214米 就在2007年 一名奥地利潜水员克伯特尼奇 它只背了一口气下潜到214米的深度 创下了最深的自由潜水记录 潜入海底300米 车祸的朋友 这里你可以遇到寿命可达100年的干四巨凹蟹 它们就生活在这里 它的体型长达4.2米 和拥有很多女孩子都羡慕的4米大肠腿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螃蟹 潜入海底332米 就在2014年 一名埃及游泳运动员艾哈麦德·加马尔·加布尔 创下了水飞潜水记录 下潜到332米的深度 而在这深度压力就好比有200辆汽车跌在你身上 潜入海底500米 这里是普通潜水艇能达到的极限深度 除此之外 这里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庞大的动物 蓝锦气息的最深处 另外还有一种可爱的动物也能轻松的到达这个深度 没错 它就是皇帝企鹅 因为皇帝企鹅最深的潜水记录能达到565米 而且还能够在4深度悠闲的有10分钟 它是最抗压的鸟类 在这个深度也大概是与台北101相比的高度 潜入海底600米 到了这个深度有一种奇特的深海鱼 它叫做大骑后钢鱼 它的头是透明的 上面的两个球其实是它的眼睛 而且它们只能够向上看 不能向下的看 看看哪条美味的小鱼从上方游过 潜入海底700米 吃货的福利又来了 这深度是欧洲深海鳗鱼生活的深度 鳗鱼饭大家都喜欢吃吧 鳗鱼一般时间是生活在海里的 需要缠暖的时候才会回到河里 在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把它给独抓起来 潜入海底900米 世界上最大的鱿鱼 大王酸酱油就生活在这里 它长达13米 号称几乎无天敌 甚至还能跟魔香精来个300回合 潜入海底1000米 这里被称为半生海带 这里几乎断绝了一切的光源 这里的气压只需几秒钟就能将人类压碎 潜入海底1200米 在这深度生活着一种鲨鱼叫做欧式剑文鲨 它的嘴和饿是分开的 吃东西的时候张开嘴 牙会飞出去把东西咬住 然后再收回来 有点像我们看电影里面的异形 而且它们的年纪越大 潜的就越深 潜入海底2000米 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黑龙鱼的深海鱼 黑色的皮肤和尖尖的牙齿身上还长着一个小灯泡 有点像漫威电影里的毒液 潜入海底3000米 从3000米开始就进入了较深海带的区域 这里的平均水温在1度到2度 水压相当于300个大气压 但是有一种超大型生物生活在这里 那就是魔香精 继续潜入海底3800米 这个深度是全世界海洋的平均深度 这里停着一艘船 泰坦尼科号 这艘豪华游轮在它第一次出海时 旧部星状上冰山 沉入海底 最近也上映了一个有贯置艘船的纪录片 片名为The Six 六人泰坦尼科号上的中国性存子 潜入海底4000米 这里生活着一种小飞向章鱼 这是少有的长相可爱的深海鱼 这一层很少有生物存在 许多鱼退化成虾子 用触觉器官替代视觉器官 潜入海底5000米 这里有贱鸭鱼 它们不挑舌有啥侧啥 一点都不客气 潜入海底6000米 过了6000米 你将进入了超圣海带 从这里开始进入了马里亚纳海沟 这里也是科学家和冒险家 最想要探索的地方 就在1989年 日本的圣海潜水岭就沉到达过这里 而在2012年 中国的交龙号在同个地方 下潜到7062米 继续潜入海底8150米 在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神的鱼 那就是马里亚纳蜗牛鱼 它的个体较小 而且身体是半透明的 看上去有点脆弱 不过它却能够承受这个深度的压力 据研究 它们一旦离开水就会迅速融化 研究人员是在2017年发现它们的 拼带了些下子让它们吃得津津有味 潜入海底10660米 在2011年 人类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单细胞生物 它的身体壳大超过10厘米 是一种很适于黑暗 低温和深海高压的环境 十分稀有 潜入海底11,034米 好了 这里就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了 也被称为挑战者深渊 在1960年 比利时的两名深海探险家 曾坐过潜水器到达过这里 并且看到了比目鱼和虾 下一个到达过这深度的人 就是曾导演过阿凡达 和泰坦尼克号等著名电影的 加拿大导演 藏姆斯卡梅隆 据他说 他只看到大约3厘米长 像瑕疵般的东西 然而在2019年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者 维克多维斯克我 也曾达到过这个深度 然而他说他什么也看不见 只看到一堆垃圾 塑料袋 随后很多人也挑战过 下潜到这深度 以下就是下潜到 挑战者深渊的人名单 这意味着世界科技的发达 已经可以让更多人达到这深度 地球面积超过71%被海洋覆盖 人类对海洋的了解 却不超过5% 这也可能还有一条 战者深渊更深的海底世界 和秘密在等待着人类去揭晓 而据此杀也可能犹如电影 般生活在圣海底下的另一个世界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请帮我按赞 订阅和分享出去吧 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一起拥有的活下去吧 拜拜